大家好,我們要見面了 春天來臨了 那個外面的花花草草 充滿了色彩的一個變化 然後呢,空氣呢 出出都會聞到淡淡的香味 十二桂花香 十二呢,等東科的精英花香 那麼呢,在我們這個富敏生態公園裡面呢 因為花草呢,非常的多 種類非常的多 然後呢,不光呢,會開花的會香 葉子也會香 因為呢,人也會香 因為呢,人呢,慢慢的走出來了 從腹內呢,走到腹外來 那麼呢,為了呢,就是呢,在這個呢 很溫暖,很溫馨的 這個微弱的陽光之下呢 然後呢,百花已經慢慢綻放了 那出來呢,呼吸一下新鮮的空氣 那麼,身上的衣服呢 也慢慢的呢,薄了 厚的衣服呢,慢慢的退下來了 換上輕薄的衣服了 那麼呢,讓人的身心方面呢 感覺呢,感覺呢,非常的舒暢 那麼,現在呢,我們再來一次呢 分享一下呢,春天的花會 那麼,春天的花會呢 您在外面呢,一定呢,常常會看到 因為現在很多家的庭院呢 或者是公園,或者是自然公園 啊,或者是街道的露宿 常常呢,會種這個 麻葉繡球 這個小手球呢,一般來講 我們台灣呢,都通常穿那個小手球 那,因為呢,顧名思義呢 就是,它開起來的花包呢 是一個小形狀 那這個麻葉繡球呢 它大致上有分為一個 重瓣跟蛋瓣 在台灣比較原生種的 它是屬於單瓣的 那,這個是重瓣的 那,因為現在呢,幾乎呢 世界地球磚,沒有一個殼 然後呢,這個互相呢 種苗啦,教醫啦 這個融會畫面呢 在這個,植物這個方面呢 通常呢,都會有所交往 甚至改良 甚至細胞分子化 這個,所以呢 我們看得到 它是一個拋的一個動態 所以呢,通常來講呢 它要拿來呢,做什麼 除了直立形 我中國花的直立形 傾斜形 平足形 甚至八卦形 都可以 所以呢,這樣的一個小手球呢 它的可用性可多的呢 好,所以呢 在色彩上呢 在屈幹的輕盈上呢 線條的優美呢 都具備了 這個小手球 也就是所謂的麻葉繡球 再來呢 看到呢 哇 火味鮮豔啊 這個呢 火焰百合呢 在我們台灣來講呢 火焰百合呢 雖然是一年四季 可是呢 在哪一個季節會比較難 當然是冬天跟春天喔 好 而且呢 現在呢 尤其聽說 我們嘉義啊 這個火焰百合呢 種的呢 品質呢 是最優的 好 可能 它的氣候的問題 它處於那個 那個 打牙熱帶的 這個氣候 好 所以呢 就會比較有那個 陽光十足 但是呢 早晚呢 溫差又大 好 這個是我們在講的 好 或許說 因為這樣的氣候呢 對火焰百合呢 好 是非常的OK 好 好 那這次春天的火焰百合 那看到這樣的色彩呢 你就會覺得說 大自然的造色呢 真是一等一的 一流的 好 好 再來呢 分享的 花卉這個是 八角金盤 顧名思義 我們也曾經介紹過了 好 這裡呢 介紹一個 好 這是 碗豆 香碗豆 那麼台灣的香碗豆呢 沒有這麼的大 這個是完全種植來 欣賞用的一個花卉 所以呢 它是碗豆磕的 碗豆 那它在花式呢 現在是從日本進來 好 那它有各種顏色 有白色 有淺粉色 深粉色 桃紅色 紫色 真紫色 好 它的顏色非常的繽紛 那最主要呢 我們今天用在它呢 是 因為呢 它在空氣中呢 會 蕩揚著一股 輕輕的香氣 這個是 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的顏色非常的清明 好 這兩隻呢 是我昨天 火糖呢 用完的話 剩下兩隻 我就想說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再來呢 下面呢 躲著 這個是 斑文 斑葉藍 斑葉藍呢 又稱為 蛛蛛爆蛋 好 那這個呢 是小類 小品種的 不是很大 我們今天就由它來做 線條杖的一個 風風加強 一下穩定度 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個 花財分享的一個介紹 好 那麼呢 看到這麼繽紛的色彩 你一定會想說 欸 它這樣用什麼花氣啊 嗯 我們呢 色彩的繽紛當下呢 所以在中國花裡面呢 一下呢 正以盤雨 盤雨為大地 好 這個盤雨為大地呢 通常來講 會比較用深層的顏色 來烘脫這個色彩的輕盈 那也這樣呢 整個呢 是穩重的 這個是中國花 為什麼 在某一些方面呢 當然呢 你會說 那難道沒有編分的 色彩編分的 或華麗的嗎 有 看環境跟場所 因你的環境 你的需要 你的節慶 或者是 你的季節 你的思維 來做一個選擇 這才是一個活用 好 那麼呢 藉此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怎麼樣的一個插法呢 剛剛講到一個習性問題 這樣的話會呢 在直立傾斜評出 倒掛都可以 那麼呢 今天呢 剛剛我們也講到說 它是一個拋物線 那在這個拋物線裡面呢 我們要讓它展現 它線條的優美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 它的一個 法術呢 通常是這樣子一把 小心喔 因為呢這個 我們說 新鮮的話 它仍然具有生命力 尤其在這個火焰百合 你看到喔 它的葉脈的尾端 是這樣子的 有沒有 勾上來的 那 很多跟它 併在一起的話 會怎麼樣 被它勾住了 它既由這樣 膽轉勾住對方 然後再延伸出去 好 所以呢 我們常常在講說 植物呢 它的一個生命力 是很強 常常會因為 環境上的一個變遷 它改變它的習性 那麼我們人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呢 怎麼樣呢 完轉呢 讓自己呢 活得更自在圓滿 好 來看一下喔 那 講到這一點 青春呢 活力的源頭呢 來自你的生命力的 的旺盛 那麼呢 所以呢 那生命力旺盛呢 心中呢 要充滿的 陽光 所以我們在講說 哎呀 中國插花呢 為什麼主花南面 或有往南 因為聖賢者 帝王者 都是心中有光明 這個光明呢 就是火啦 對不對 那麼呢 就是我們的 《易經》裡面的 上經的 下 以最後一個掛 三十掛 以一掛 那麼呢 這個光明呢 是 讓我們 充滿生命力的 一個化身 因為你擁有這樣 你的學習能力 你的生命力 才會呢 持續不斷的 好 那麼我們從這裡呢 了解到說 原來從植物裡面呢 就可以看到這麼的多 所以呢 你說呢 感不感謝 很感謝啊 因為充滿了 歡樂 好 那麼 從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一把裡面呢 會有 欸 這個有四隻喔 所以呢 我們會找出它的脈絡 比較分明的 好 那當然呢 這隻剛剛看的 欸 很強壯 嗯 可是呢 比較處在意 不夠明顯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欸 這一個 好 它主幹很分明的 好 然後剛好 更為三叉 好 那這更為三叉 以後呢 我們看一下方向 好 這樣好看嗎 好 剛好呢 它最常的這一隻 是在後面 好 它的尾端是朝 北方走向 所以呢 我們不會朝這個方向走 好 如果說 真對你來講 是這樣子的話 不好看 好 所以呢 哇 它是朝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順隨它的姿態 來做 好 那 那是說它拋無限 我們怎麼樣 讓它更拋 輕輕的彎 對不對 你要上也是可不可以 可以喔 好 輕輕的 好 好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哇 它這樣子的姿態 是很優美的 好 這個拋 這個線條 是優美的 好 那麼後面的這一隻 比較短 所以呢 我們就順勢而行喔 我們也不把它剪掉 倒是呢 這一隻 嗯 在這裡呢 它剛好是把力量拉出去囉 所以呢 我們就把它傾下來 然後呢 再做重新的一個安置 好 好 不要可惜喔 因為你還是把它插進來了 好 因為很多人 插畫者就說 唉唷 好可惜 不要 好 好 好 那麼呢 這樣的高度呢 反骨呢 過高了一點點 好 所以呢 我們還是剪一下 好 輕輕的 好 好 好 那麼呢 這樣子呢 顯現不出我的拋物線 所以我要怎麼樣 逆著方向 就是說 我擦下來的時候呢 好 好 要逆著拐過來一下下 嘿 我的拋物線才會漂亮喔 好 那麼呢 去熟識它的一個習性 好 熟識它的一個習性呢 你的這個拿捏呢 就會比較穩成 那麼呢 你的心中呢 也會怎麼樣 充滿了自信 因為你跟它做了交流啦 對不對 好 你知道說喔 它就是拋物線 然後呢 它的質感呢 是有軟的 好 但是不能硬拗喔 好 就是說你要先試著跟它溝通 好 然後呢 就知道說喔 它的性質是怎麼樣 好 那麼呢 這一隻呢 我們剛剛為什麼選了這一隻呢 你看 它的包朵開了呢 幾分之幾 好 如果說以整個上來講 分為無等分的話 它開了五分之一呢 好 那麼你看 從 彈包 散放 喔喔 應該有分子喔 因為這邊也開了 所以呢 在這個整個上來講的話呢 它具備怎麼樣 展現了 現在 未來 現在跟過去 好 這樣呢 這一個呢 我們再把它請進來 好 接著 緊接著呢 好 要怎麼樣 因為呢 它朝前面去了 所以我們後面的穩定度 是不夠的 好 那後面呢 這個地方我們看到囉 好 有一點點的 好 好 我們把它稍微修剪一下 好 先把它請進來 好 好 那麼呢 怎樣才能固定呢 好 因為它很纖細 對不對 很多人就說 啊 那很難擦耶 好 被它擦掉 好 這是一個方法 好 就是說 盡量緊貼它的主蓋 好 緊貼它的主蓋來擦 好 然後呢 讓它尾端呢 微微向後壓 好 那麼呢 這樣呢 它的一個動態呢 就會很具足 好 那也不會太沾揚出去 好 好 那麼呢 我們在 後面的這個地方呢 當然還不是很足喔 好 所以呢 我們可能會再 請一下 好 把這個呢 一個動態的 這個 好 再把它請下來 好 好 那麼呢 這個呢 因為呢 它開了花的時候呢 就會同重腳輕 那我會請它呢 喔 稍微呢 稍微上上撇絲 讓它呢 喔 不要那麼的 喔 好像 太過柔弱了 好 不夠有那個力的一個轉折 喔 一個含有 其實我們要做的是一個含有 喔 就說整本花上來講 有一個含有的那個 感覺 好 那因為呢 它這個頭比較重 而且呢 它是要彎曲 所以呢 我會把它 稍微上一下鐵絲 好 好 有一個含有 有一個含有 好 來 好 好 這樣呢 它就具備有那種感覺了 好 那種 生氣暗藍的那個味道 好 好 那麼後面呢 這個地方呢 我還是 在會有一個補塵的地方 好 讓它更能變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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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呢 我們從這樣可以知道說 它整個的一個生態 它的一個長相 好 那麼 從這個月蘭呢 我們剛剛講說 線條呢 一個紅花立月 怎麼樣一個點線片塊體 怎麼樣一個呈現 那麼在月蘭呢 我們算是也 跟大家分享過就是說 我怎麼讓它的一個 這個幅度呢 感覺呢 跟著它走 好 那剛剛有看到我 只是在上面一個轉折 那當然會 你們會說 啊 那你拜拜啊 好嗎 好 人生裡面呢 沒有十全十美的 那麼呢 在大致人界也是一樣 所以呢 它常常呢 顯現給你看 有缺陷的 有破損的 那麼 如何呢 才從這個缺陷破損當中 困難當中呢 怎麼樣找到你要走的路 怎麼尋求到你要往回走的一個階梯 好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在講說插花有心法 什麼樣的心法 第一個呢 怎麼樣去達到一個安定 一個沉靜下來 一個穩沉 然後一個靜的世界 從靜裡面去思維 好 這個就是它的心法的開端 那麼呢 從花跟花之間的一個結合 如何呢 能呈現一幅美麗的畫 而且呢 是活生生的畫呢 那麼 這個就是你心裡要達到一個平衡 每一樣都有它的角色 每一個人 不管 平衡富簡 都有它的功能所在 既然成為一個人 一定有它的功能 對不對 有它的功用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人 老天是平等的 一定付給你不同的一個角色 跟一個 你特有的一個功能 那麼在插花裡面也是一樣 你怎麼讓你的花呈現 不管這個角色有色彩沒色彩 它都達到一個穩重的一個角度呢 一個平衡 整體上的一個平衡 因為我們說插花呢 花一王國 就挽留一個社會 一個國家 一個公司一樣 或者是一個團體 因為呢 每一個呢 我們呢 都要怎麼樣 互相 你才會成長 互相 手拉著手 提攜置 彼此之間 才會往前 邁上 更好的 心靈成長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呢 所以呢 我們現在分享這個插花 花是一個 戒指 你我之間的一個橋梁 那麼呢 怎麼樣讓我們的身心 因為花的展延 因為花的憔悴 因為花的開花 因為花的結果 展現不同的一個人生的生機 因此呢 從這樣呢 達到呢 我們呢 心靈上的一個穩定跟安定 要有安全感 不管你面臨的 什麼樣的一個境界跟狀態 所以呢 也跟大家分享 我心裡的 心靈上的一個成長 就是這樣 跟喜悅 所以呢 我常常跟同學講說 哎呀 今天早上能醒來 然後呢 還可以聽到鳥叫 看到陽光 哎呀 我還活著 多好啊 對不對 所以菩薩給我們一個肉體 要怎麼樣 要非常的珍惜 要時時關照它 不是把你的眼睛關照在外面而已 要是要往內關照了 這樣呢 你才能在你的肉體上呢 你的肢體以原杖 你的智慧能力上呢 不斷的有剝弱智慧的呈現 OK 好 那這個呢 也是物上的一個應用 我們只是說 哎 了解到它的習性 啊 我怎麼樣 把它呢 做出我要的 跟大家分享的那種 輕盈阿羅多姿的那個感覺 春天的感覺 好 好 好 是不是 他是不是 聽你的話呢 所以呢 很多學員說 哎 老師他就聽你的話而已 我說不是啦 你要跟他溝通 他也會聽你的話 好 一樣嘛 每一個東西呢 我們都要付出一點心力 好 所以呢 這樣美不美 很美 那麼呢 你也知道呢 葉蘭德德羅 看起來呢 他好像 輕輕飄飄的 可是呢 他很有韌度 好 那麼呢 我們這一片呢 就不用太彎了 你看我是逆向的 剛剛呢 是有反向的往向 對不對 因為我要 彎出去 你看我們懸貌也說對了 這個要彎出去 往往下呢 他才有這樣的一個弧度出來 可是呢 我這個是要沉上來 所以呢 我就要逆向 逆向 往內一點 這樣我才會挺上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 怎麼樣的一個 轉折呢 是很重要的 好 好 我們呢 常常聽人家講說 哎呀我做某一個動作 做久了 他那個地方就老損了 比如說肩膀好了 我一直持續做某一個動作 那個地方就老損了 好像就痠痛了 好 怎麼一對一不好 那怎麼辦 逆向的 再轉回來 好 試試看那個動作再轉回來 然後多加按摩 就好啦 好 就會改善 好 那麼呢 你那個時間多長 往回來的時間 也會多長 好 所以要按耐的性質 自己的問題可以自己解決 好 只是方法的 好 了解衣服而已 好 好 那麼呢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 齁 來我們轉一下齁 轉一下大哥 我轉一下齁 看一下齁 讓大家看一下 我 原來呢 好 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呢 好 對不對 我看到了 好 它去沉它嘛 所以它的這個葉子的姿態呢 就會很漂亮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把它轉回來 那 也有人說 哎呀 我好像 弄一弄 好像它又 因為怎麼樣 吸了水又浮上來 好 好 那就是在這個地方 定點 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定點 可以多按摩幾次就好了 好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 稍微請下來一點 好 再來我們的 喔 又勾住了 你看 對不對 請就把 所以 為什麼 佛前供花呢 盡量要用鮮花來擦呢 為什麼不用人造花呢 就是說真的萬不得已的時候 我們才用人造花 好 或者獅子的花 好 因為呢 好 那個生命力 好 就是說供養在佛菩薩面前呢 好 我們是達到擦花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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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 剛剛在講的火焰百合 那 摺筍了呢 我們先把它剪掉 所以你看到喔 好 這樣的梗子很粗 對不對 可是這個在夏天啊 跟秋天的時候 好 就看不到這樣的一個 感覺 好 那我們把這個 稍微摺筍呢 把它請下來 好 那麼 這個花呢 當然呢 我們這樣轉一轉 您看到我 剛剛 這裡有上了一個鐵絲 好 那上了這個鐵絲呢 目的呢 就是在呢 因為呢 花會呢 好 陽光照射之下 它可以夾到 好 所以我們稍微把它掰開一下 好 也讓它展現一點點的弧度 好 好 那麼這一個呢 花就是在前面 好 你們一樣收到欄面為望 好 好 有看到了 那麼呢 那草本呢 剪平的 木本 木本 剪斜的 那假如說 我們遇到比較 強 那個木質化的 這樣的花會呢 有一點點斜也OK 好 好 那這個呢 它比較 神韻天成的 天生自然美 好 好 那也是一樣達到 藍面為望 所以我是跟著它的動態走 好 兩隻手 好 輕輕的穩定下來 好 這個呢 我們火焰白河上去呢 一次就OK了 好 所以呢 是很簡單的 好 再來呢 看到我們的香碗豆 那麼香碗豆呢 因為它 呃 一個禮拜才進來一次 齁 所以呢 難免都會有一點摺損齁 那在這個摺損的過程當中 如果說不太嚴重 也OK啦 齁 那如果太嚴重 像這個已經有點枯萎了齁 這個我們就把它傾下來 齁 好 那 要讓它跟著它的一個動幹走 齁 所以呢 我們在後面呢 也會一下 這個呢 是中空的 所以呢 麻煩你18號的裸體 齁 輕輕的在後面呢 齁 好 好 穿進來 它很好動的齁 好 好 在這個上方齁 我們就讓它有一點飄動出來 好 好 來 跟著它的 齁 這個地方齁 還不夠婉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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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緊靠著你的 好 這個 一個 一方面 一方面輔助 一方面做色彩的一個陪襯 然後呢 另外一個呢 在我們的一個示意當中呢 它的一個香賞 好 也具有十足的那個感覺 好 好 有沒有覺得 我有時候講的話是台灣國語 這個跟小時候的承載有關係 喔 所處的環境 好 好 好 那麼輕輕的 好 那麼這個呢 完全是在色彩上的一個配針 好 好 慢慢的喔 兩隻手 慢慢的 好 這樣才具有一個動態 好 那麼呢 這個呢 我們的花呢 它至上呢 已經快完成 這個八角金盤呢 我們一樣呢 把它上鐵絲 好 再看三分之二的地方 好 所以呢 紅花呢 一定利益來陪襯 對不對 這樣的感覺 就會覺得很 很nice的 那麼 我在這個枝腳上呢 稍微有接了一個枝 因為我們這個碗呢 它比較深 它比較深 它的 梗子呢 要深一點 好 因為我們今天買的 一個八角金盤呢 那梗子沒有那麼深 所以有的比較短一點 所以呢 我們 就稍微接了梗子 讓它呢 有一點呢 可以拖得上來 然後呢 我在這個葉麥上 故意呢 讓它呢 有一點包了起來 好 有一點包了起來 那個感覺 好 接著梗子呢 這一個呢 我剛用香蠻豆的梗子 稍微把它 墊的高度 那墊的高度呢 為了呢 為了呢 就是要跟另外一片呢 它有一個 一個層 好 因為呢 它這個梗子呢 會比較軟 所以呢 它這樣呢 就有高低層次 那麼擦起花來呢 就會比較 好 那個質態會比較美一點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看到呢 前面的花繪呢 是非常的一個 鮮艷的鮮亮的 好 那 我們看一下 我把它轉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整體上的一個 面貌 好 好 我們先把剪刀請就位 那 展一下 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個感覺 好 好 來 我們走 順時鐘 好 好 你看很活活對不對 好 那麼呢 在我們去看一盆花的平衡感的時候 怎麼樣去了解呢 作者呢 從它的色彩的一個搭配形狀的一個呈現 一個拿捏 然後呢 是不是有達到前中後 左中右 上中下 好 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 這樣的一個感覺 這個都是我們在看的 我要讀過 小手秋了 好 好 好 那 這個呢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的 好 春天的喜悅 生命禮 好 謝謝大家 希望呢 在這個春天呢 跟家人呢 多消除 然後呢 出去走一走吧 謝謝您 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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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